大家好,我是木卫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孩在喵信人的保护家怎么都死不了的故事 一只猫咪横冲直撞地闯入了小女孩的家里 这对小女孩来说是个惊喜 但对妈妈来说却是个惊吓 在小女孩的软磨硬泡下 妈妈终于同意收留猫咪 女孩给猫咪取名为僵局 或许是因为冥冥之中 她觉得她能保护自己 收养小猫已经是妈妈最大的让步 底线就是不能让猫咪进卧室 而且女孩房中养了鹦鹉 妈妈担心她会被猫咪伤害 女孩再不舍也只能妥协 早上妈妈在给女孩整理床铺的时候 发现床上有毛 以为女孩偷偷将猫抱回了卧室 在餐桌上质问了她 女孩连声否认 只说自己做了个梦 或许猫是梦里出现的 妈妈只当她在说瞎话并不埋账 女孩爸爸故意吓唬女孩说 猫磕动物会偷走小孩的呼吸 但女孩笑嘻嘻地根本不当回事 到了晚上 妈妈一如既往地将猫咪扔了出去 爸爸早上就留意到了女儿说的梦 特意去女儿房里问她 女孩说她其实没有做梦 而是真的看到了房间里有只怪物 她就在对面那堵墙上 并祈求爸爸让猫咪进屋保护她 爸爸自然不相信女孩说的话 只安慰了几句就离开了 其实 爸爸用来吓唬小女孩的故事是真的 但夺去小孩呼吸的不是什么小猫 而是那些神出鬼没的怪物 像是预知到了什么危险 猫咪一直在房子周围不安地打转 此时房间里静悄悄地 一声一响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墙根破开了个洞 一只双眼泛红的怪物爬了出来 她将鹦鹉吃了后 又想对小女孩下手 这时猫咪及时出现 将怪物赶跑 他们发出的动静将父母惊醒后 怪物特意发出了一声猫叫 栽赃到猫咪身上 当父母赶来时 看到了房中一片狼藉 有死去的鹦鹉 还有窗台上的猫爪印 妈妈勃然大怒 断定这就是猫干的 即便后来爸爸发现了猫咪肩上 有个不小的伤口 妈妈也认为是鹦鹉灼伤的 趁女儿和丈夫不在家的空档 妈妈用罐头将猫 引进了一只纸箱里 把她拿去会把无人认领的 流浪猫流浪狗 进行人道毁灭的机构 找不到猫的女孩 着急又伤心 对妈妈发了好大一通脾气 入夜那只怪物又出现了 在行动之前 她特意将门用东西顶伤 以防有人听到声音进入房间 猫咪趁工作人员喂食的时候 趁机跑了出去 她在狂风暴雨中及时 顺着树干一路爬上了女孩的窗前 怪物此时正吸食着女孩的氧气 猫咪一下就从壁炉里冲了进来 跃上女孩的床跟怪物对峙 女孩这时也醒了 亲眼看到猫咪和怪物 缠斗在一起的她 被吓得惊声尖叫 父母闻声赶了上来 但门被东西堵住了 根本打不开 父母在门外干着急 猫咪在门内和怪物打得如火如荼 最后怪物被甩进风扇里 搅成了肉泥 父母终于可以进来后 看到房间里被弄得乱七八糟 而女儿怀里抱着只猫 妈妈不顾女儿的解释 一直在发火 直到他们看到风扇附近的残肢 还有没来得及观赏的墙洞 即便再不可思议 也只能相信这一切 从此猫咪如愿地留在女孩家中 成为女孩最亲密的伙伴 本篇来自喜剧惊悚片 猫眼看人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